我是大夫 只是想帮他看看身上的伤 恩人 我自己去找村大夫医治就好 我说了 我帮你处理伤口 恩人说帮你处理伤口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快点过去 你伤得这么重 不痛吗 恩人 我感觉不到痛 他从小就不知道痛是什么感觉 曾试过从山上摔下来 断手断脚 一个人在山上躺了大半天才被发现 可他 感觉不到痛啊 恩人 这二狗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从小受伤流血 都不会哭喊 一直说不痛 这是无痛症 不会致命 只是没有具备感觉到痛的能力 二狗子 你跟着我去李正家的老房子 我的药都在那里 其实你可以让村大夫去做这些事 这里的人啊 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我愿意帮他们一把 若是喜欢 那就在这里多住几天 算了 我们还要尽快解决黑鸭山的事 要不然他们会来报复村子里的人 而且玉璃心里想着念着的 都是黑鸭山上的金银珠宝 我看这个李正不是坏人 我们可以把潘彪留在这里 到时候留下一个地址给他 让他自己去找我们 若是撑不到处地 就证明他能力不足 也不配成为你日后的大将军 好 都听你的 你去换一下衣服 我去村子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很快回来 到了镇衙门外 衙门的大门被打开 里面传来血腥味 这位镇城是前段时间才上任的 难道被人杀死了 里面真的有不少死人 李正叔 他还有呼吸 还活着 回去找恩人 对对 回去找恩人 蔡衡被人砍了三岛 每一岛都在致命点上 这样还活着 他这个小命啊 还真是大 能救吗 别人未必能救 我肯定能 诶 这是谁啊 啊 古河镇的镇城 也是清禾蔡家的小公子 清禾蔡家 清禾蔡家是当地流传百年的士族 清禾书院就是蔡家的 这书院走出不少文官 所以蔡家的影响力很大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蔡家人丁稀少 这一代的家主只有两个儿子 他们怎么舍得把小儿子访出来的 不知道 估计啊 脑子有病 这现在还没有病 这一蛋 兄弟那ikes 好